Zither Harp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Serena的厨房 今天来分享一道早餐料理 奶香玫瑰味燕麥片 材料的部分有六种 砂糖的量可以按个人口味调整 牛奶也可以使用全脂奶哦 燕麦片的种类一定要选择几分钟就可以煮熟的那种哦 那么先来煮燕麦片 用一只小一些的奶锅 倒进燕麦片和清水 清水的量不要太多 不然做出来的奶香味就会大大的减少 刚好淹没燕麦片之后再多一点点的量就是正好的 用高火煮四分钟 或者煮至沸腾 在煮至的过程中燕麦片会吸收大部分的水 几分钟煮下来燕麦片也有半熟啦 就这样搅一搅 然后离开火炉静置五分钟 让燕麦充分吸收水分 在等待的时候来准备玫瑰的部分 一个人的份量只需要一或两朵 取决于花朵的大小 喜欢浓一些玫瑰味就放两朵 可以这样直接碾碎 或者先去掉干花花朵的劲 只用粉色花朵的部分 用来泡茶喝的干玫瑰花朵 有浓浓的玫瑰香气 对比糖浆之类的 风味要自然很多哦 只要稍微碾碎成小块就好了 不需要磨成粉末哦 准备好玫瑰碎之后 可以检查燕麦片的状态 像这样稠稠的 没有多余的水分就对了 如果还有多余的水分就滤掉 接着放入砂糖拌匀一下 再倒入牛奶 就可以再次用高火加热 边搅拌边加热 直到牛奶微微沸腾 就可以关火了 离开火炉 撒进一部分玫瑰碎 好好搅拌一下 用余温让玫瑰的香味 融合金燕麦中 充分搅拌均匀后盖上盖子 静置两分钟就完成了 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小碗 盛上适量的燕麦牛奶粥 在顶部用剩余的玫瑰碎装饰一下 美美的早餐就做好了 奶香味十足 再加上清新的花香 是一道超有仪式感的精致美味早餐哦 做好的奶香玫瑰叶麦片是有稠度的 从里到外都散发着淡淡的甜和花香 享用的时候不要忘记淋上香甜的蜂蜜 会在浓郁的奶味里增添一种清爽的层次感哦 无论是搭配点心还是单独吃 都是非常好的早餐选择哦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